呃 呃 这是陈先生给你点早餐 完了话都没说上两句 不要急追女生得慢慢来 你好快递 你家快递好几天没拿了 我想你一个女孩子应该拿不动 不客气 陈先生给你点的红糖水跟鸡层片 你闹过了没有 呃 呃 呃呈呈呈现在是给你送的花 陈世欣我们已经分手了 当初是你选的个分手 那现在就不要来互相打扰了 是我的错 在一起久了对你的关系越来越少 吵架的时候也只想自己反而忘记了你的感受 说句话题分手 可是 这可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重新再追你一次 你一定会答应我的好吧 好不也和好了 可不能再把分手挂嘴边了 万一这么久了怎么办 万有钱我们真吵下分手了 你就再追我一次呗 那万一你不答应了呢 不会呢 笨蛋 分开以后我再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所以我想像之前那样再追你一次 和你重新来过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到家了 嗯 那那我先回去了 嗯 我们路上小心 你怎么来了来给你送早餐 怎么样疼不疼啊 我给你泡了红灯水 还给你买了紫层片 这几天你多注意高暖 哦对了还有这个 你不是说每天和我熬夜宝 电话粥给闹完了吗 我特地去给你找的 富尔加发光膜 里面有三个美白成分 燕西胺 阿尔法熊口肝和VC一生物 美白蛋白又温和 西纸草和马齿线提取物 两个修护成分 变美白变修护 还不用这里难受 继续把红灯水喝了 我想了很久 那个我好 啊 给我个机会 我不会再重蹈负责了 如果你回答对我的问题 我就答应你 生日2128 爱吃辣喜欢粉丝 今年三月 今年几天几 啊 我不曾感受我 生动在结果 想到